盘点射雕三部曲《前六十高手》第十八名 金刚不坏体空剑神僧 实力准四绝级别 以天屠龙记忠少林四大神僧之首 内功与外功均登峰造极 其主修的金刚不坏体号称是古今五大神功 并且轻功造义非凡 谢迅认为空剑要杀自己一如反掌 空剑为化解谢迅与成坤的仇怨 甘愿接受谢迅十三剂七伤拳 谢迅前三拳逐渐加力 结果没有伤到空剑分毫 待谢迅使出七伤拳时 空剑的身上反而伸出一股反阵之力 指振的谢迅胸腹如五脏一起翻转 待到挥出十拳金刚不坏体的反阵之力 已经震得谢迅痛苦难当 甚至短时间内已经挥不出第十一拳 他见空剑神功匪夷所思 自知十三拳挥出后今生报仇无望 于是心生歹意 以自杀的方式引空剑出手 最后在空剑来不及运弓的情况下 一招将其击毙 此前留下一言 但愿你今后杀人之际 有时想起老那 参考神雕中 求千刃发疯时 存向伊登怒劈 十四剂铁掌 伊登在运弓防御的情况下 已是重伤之躯 要不是杨过出手阻止 后果不堪设想 而空剑有应接谢迅十二剂七伤拳 毫发无伤的情况 金刚不坏体的防御能力可见一斑 只可惜关于空剑的正面描写太少 否则排名有可能更高一些 第十七名 乾坤大弄仪杨顶天 实力准四诀级别 以天屠龙记中 中途明教第33代教主 以天之前的明教第一高手 明教上下无有不服 旁白称 他领导明教的二十年间 打并天下无敌手 杨顶天在年轻时 曾打下过杜饿一只眼睛 光明顶之战中 成坤承认杨顶天武功高绝 即便是现在的自己 也未必急得上当初的杨顶天 另外杨顶天还掌握了 四层乾坤大弄仪 参考杨肖锦掌握了两层 而乾坤大弄仪最看内功成就 因此杨顶天的实力 接近五诀 问题不大 从何足道到杨顶天 都是准四诀级别高手 准四诀理论上 可能比四诀高手差不了太多 但是严重缺少战绩展示 盘点射雕三部曲 前六诀高手 第十六名铁掌水上飘 球千任 实力四诀级别 射雕与神雕中的绝顶高手 以铁掌和轻功为名 号称铁掌水上飘 球千任24岁时 武功就已经超过了上官健兰 还把妹妹球千池 也交成了一个了不起的高手 曾以一双铁掌 打的恒山派重武师死伤整集 有铁掌兼恒山之称 恒山派自次一绝不振 数百年之久 第一次划山论剑时 因自持功力不齐王重阳而没有参加 射雕旁败虽然多次将他跟四诀深度绑定 但实战中经常收拾不下郭靖 不过小黑屋之战是球千任的正名之战 小黑屋中共有四人 分别是周博通 郭靖 欧阳峰和球千任 当时室内所有人均不知来者是敌是友 为了自保都狠下杀手去对付旁人 此前 球千任和欧阳峰在简单交手后 互相认出对方身份 紧接着便不留余力地猛下杀手 打了一会儿发现 谁也奈何不了谁 完全是平手之局 双方克自欺赞 并赞叹对手武功了得而罢手 神雕侠侣中 袁文称一灯要是出一阳指权力周旋 或可胜得一招半逝 掌上功夫却不及球千任 从这段话可以看得出 即便是神雕中期 球千任的武功仍然与四诀深度绑定 而后阳过剑一灯 就要命丧铁掌之下 于是挺身而出 双刃一剑双掌越多越激烈 待到百余招之后 球千任因为年迈问题 才渐渐的招架不住 后来阳过借助地上积雪 让球千任双目短暂被雪蒙住 这才用玄铁剑将其制服 不过参考后来雪地比轻弓时 受伤情况下的一灯 逐渐追上球千任的步伐 可见即便是重伤的情况之下 一灯的内力仍不可小觑 神雕大结局前 一灯派球千任去探听消息 结果中途遇到金龙国事 两人激斗一天一夜后 球千任重伤败走 不久因无法医治 与世长辞 原文虽说跟金龙激斗过一日一夜 但考虑到球千任的轻功卓绝 猜测两人一边游斗一边交手 总结一下球千任的武功定位 在射雕时期跟老四爵不分伯仲 但在战绩和心态上远不及四爵 神雕中其他四爵进步神速 球千任略微微落下 但差距微小 盘铁射雕三部曲前六十高手 第十五名 西毒欧阳风 实际四爵级别 射雕与神雕中的天下四爵之一 第二次《华山论剑》中的 武功天下第一 不过到了神雕时期 欧阳风可能是因为神志不清 导致他的虐猜能力被大幅度削弱 虽然有跟郭靖不分胜负的记录 但同时 黄荣 前期的小龙女 甚至是柯正恶 都能勉强语气周旋一会儿 早期的杨过 还有过让欧阳风手臂微酸 全身消禁的时候 这也是为什么黄荣能跟欧阳风 大战十几招不分胜负的主要原因 因为此时的欧阳风 是一个愈强则强 愈弱则弱的设定 欧阳风的证明之战 是华山决定与洪七公的巅峰较量 两人坚于内力 合力把脏边无丑 经脉经费 下的达尔巴 以为之事上 还有人内力比师傅金轮高出一倍 华山决定 欧阳风虽然没有了记忆 但对于洪七公 心理上有一种莫名的厌恶 于是大打出手 两人的武功都在伯仲之间 大战的一千多招才罢手休息 不久又开始比试武器 就这样打打停停 两人先后斗了四天 洪七公在杨过的请求下 本欲罢手 谁知欧阳风不想善罢甘休 待到第五天时 非要跟洪七公比试内力 两人从清晨比到中午 几乎是同归于尽 罢手后 两人又开始了守候比武 杨过则在一旁掩饰 洪七公说一招打狗办法 欧阳风立马想出破解之法 如此又鄙视了两天 直到最后的天下五狗 欧阳风想了一夜 把自己一夜之间熬得须眉尽白 才看看将这招破解 而后两人又开始鄙视掌力 此时两人的酒音和逆酒音内力 都用到了极致 一个由正转逆 一个由逆转正 双方内力合而为一 水乳交融融会贯通 欧阳风也开始回光返照 数十年来前程往事 历历在目 两人数十年来的深仇大恨 如今相遇云下而罢 参考后来杨过认为 欧阳风思考打狗棒的破解之法 终究太慢 因此排名上略低于宏七公